大伙是不是都正吃下碗饭呢 是不是这热天一到 啤酒烧烤可见到 小桌一放 把壳烙 欢欢笑笑 永保青春年少 我再告诉大伙一招 你把电视调到乡村频道 看看乡里乡亲 有没有单身的大哥大姐 是你心中想要 我跟大伙说呀 今天你们算来着了 因为今天来乡亲的大哥呢 名叫李德仁 来自公主岭 秦家屯镇 说起李大哥呀 他上次来乡亲呢 是跟一心香港养殖业的 杨云平大姐 杨大姐呢很强势 大伙都知道吧 面对杨大姐提出的条件呢 他都以柔克刚 意义化解 但最后啊 因为生活习惯的问题 两个人呢 还是没能牵手 这一次李大哥 作为相亲主角再次登场 又再一次让我们的 红娘家美刮目相看了 因为李大哥说 我找对象 啥标准没有 没标准 就看女方对我啥要求了 您听听 是不是高冷中 带着些许的深沉 深沉之中 还带了点气度 和风度 但这话又说回来了 有标准的 咱好给介绍 按照要求找呗 就是这没标准的 才难办呢 叔叔 在这一样啊 哎呀 好找 你好叔叔 你好 这么帅呢穿的 帅啥 家亲主角李德仁 六十四岁 身高一米六二 扫 公主领事 琴姐屯镇 农民 瓦工 三个女儿均已婚 找老伴的要求是 没有任何要求 你的男朋友 我也是真常看 你看过 那你知道我们来叔叔家 是干嘛来吗 不来接对象 就说一把 你觉得叔叔 应该找一个什么样的 找一个 要我说找个能会过日的 这个各方面都挺好的 哈哈 在您心里 您这叔叔哪好 他得说各方面都行 最行的 赶紧利索 过日方面这都行 哎呀 还能挣钱 哎呀 会手艺 广场这 有万活上干点 挣点钱 嗯 来田文君 小村郎主给大李借对象呢 哎呦 哎呦 你好大哥 你好 都是林家是吧 是 认识这个叔叔是吧 认识 体格呢 身体全行 还能干活挣钱 真的 干活挣钱 这你们大家都知道 都知道 都是手艺是吧 对 手艺 听林家这么一说 那李德仁大哥 是相当优秀的 干净利索 能挣钱 身体还不错 但是 就是这么个优秀的人 在报名的时候 就说自己没有要求 这可就让人有点奇怪了 带着疑问 家没决定 去他家里好好看看 叔叔 你这 说是这么干净 哎呀 这还 这真准备鱼了 这是啊 没事 还整点 整点小鱼 就我准备 要捡 哎呀 您最拿手的是什么菜 最拿手的就是说 你像 煎鱼了 炖鱼了 这个 会做鱼 对对 这些菜类的我都会做 菜类的都会做 对对的都会做 你这冰箱都 整得这么厉害 这是按一条线摆的呀 这是 都摆这么齐着 底下是幼石之类的 下面还有肉类的 有 都 都是满满的 也很规则 上面是猪肉 中间的是 有驴肉 有满肉 底下是鱼 那营养挺丰富 是挺烈注重养生方面吗 我注重 吃鱼就是属于 那个瘦肉之类的嘛 营养丰富 所以说我就爱吃鱼 这个都研究过 我听看电视 与专家养生堂 丁强说嘛 还注重养生 那主要是从哪方面开始 是 锻炼身体吗 对啊 我锻炼身体 我就是早晨 四点钟必须起刷 从家开始 一直跑到俄台村 往下回来 也是我们 就是你会从自己的村 跑到别的村 对对对 天天早晨 这么来回村窗门 对对对对 到村头 到村头就回来了 那要跑多少时间啊 一共十多里 就是帮着多点 那你每天坚持这么跑 都坚持多少时间了 正经有好几年的 我还参加过咱们 长村的马拉松赛 哎呀是吗 对对对对 李德仁说 自己注重饮食和锻炼 就是为了把身体养的棒棒 这样才能看到咱国家 越来越好的未来 而且咱李大哥 注重内在健康的同时 对外在美 那也是相当在意 挺爱吃的 感觉是的 就是爱漂亮爱美呗 我感觉你这衣服都挺好的 都是女儿给你买的呀 也有是我自己买的 哎呀叔叔这挺好呀 上个亲戚家了 同学聚集会了 这就穿 就是我挺爱穿 这咋是吧 那为什么对川主这么注重呢 我的心 跟你要好多这么大年了 该享受享受的爱好 所有人都把自己打成的利索了 就是可以总说 我家是好像是有点像主钻 那个意思 都爱感觉爱喘 就是对 爱感觉这个习惯还要祖传 好像是 你说要冷不定 在整个麻里果团乐乐的 把自己心里头感觉到 惩得不好意思 在我的心目中 咱这也是说一种享受 你说这李大哥 就是这么一个 把认真生活 当成一种享受的人 正是因为有了 这样的做事态度 早年间 李德仁学了一门手艺 不断钻研 在事业上小有成就 现在是十里八岁 有名的瓦匠了 我是个瓦匠出身 手下有三十个徒弟 您现在都有徒弟了 对对对 好几十 三十多个徒弟 将近四十的吧 那您带这些徒弟 最有成就感的事是什么 让您觉得最有成就感的事 因为我觉得他们就是说 跟我干的也没有白学 现在也一切都成功了 反正干什么活都有 有做卧卧瓶的 有室内装修的 完了之后还有干快剑的 都哪天都平均说吧 就是说不等一样啊 平均说一天哪天都得 三四把四五把 最多的好像是说 现在他们室内装修粘钻 能挣到七八百 是吗 做外保温 我一天挣过一千多 最多的时候 做外保温对 真厉害叔叔 那因为这个 是不是也给您家里 添了不少积蓄 挣了不少钱吧 对啊 我带您瞅瞅 我的院里院外 这墙 外边那个墙啥的 都是我土的帮干的 屋里屋里看完了 红娘觉得 大哥这日子过得正经不错 但是此时 红娘心里的疑惑 还是没有解开 因为按眼前这些条件 李大哥找老伴 是提点要求 也是正常的 可他为啥就是没有要求 没什么病 只要他身体好 智力好 智力够用 又就可以 什么个高个矮 也长得丑一点 尊一点 这都不重要 都没有要求 都没有要求 没有要求 那您条件这么好 为什么在找另一半的时候 没有标准了 因为我老伴过世之后 我也有一段感情经历 也找个老伴 长得可怜疑了 但是说后期 他就是因为某种原因 他不正经嘛 就是说那意思 导致我俩分手了 所以说我就是说 就在找 就是不介意 就是丑一顿嘛 不不实实的 时心时意的 跟我过日子 我 我就记住 阿姨 阿姨好 真漂亮打扮的 是不是为了今天 特意准备的呀 是的 今天到楼上聊一会儿 走吧 好 相亲对象 何桂荣 62岁 身高1米62 离异20年 现居长春 三个女儿均已婚 有50平米住房 来 走吧 走吧 这儿走吧 这儿多大瓶啊 50平 50平啊 平时就能自己住了 是 这个 这是按摩椅啊 嗯 平时还做着按摩 嗯 嗯 我家二公里就买了 太事我想着呢 身体怎么样 现在 身体也正好 这一天过得可快活 最近就是觉得寂寞 这两年这还不再跟前呢 就觉得自己没意思 我先找一个哈 俩人说话唠嗑啊 吃点饭啊 溜溜弯啊 说了有点意思 自己也没意思 那先找个什么呀 我的要求一点也不高 被底调了 先找个就是 没啥说的 他应可我的 因为我工资少 就是社保那种 他不到400块钱 他不消了 没了保 一保都有 你有什么标准啊 标准也没不太弄啥 那对他的长相卖貌 有没有什么要求啊 就是丑睡眼就行 也没什么具体的标准是吗 是 到来下车 看完了 这有叔叔家 叔叔 叔叔好 我来介绍一下吧 我来介绍一下吧 这是李德仁叔叔 这是何桂荣阿姨 认识一下你们 你好 你好 这叔叔就这样 好 来 你看一道屋里呗 没事 哎 你看 这叔叔的小院 那架 那架什么的 都是他自己产的 是不是挺立着 对 对 那边还有那个 带的裙子 哦 他挺长的 他带了两个裙子 我咋看 后边那圆子也跟这个一样大吗 这个大 这就后圆子了 你看那脚的 嗯 嗯 什么都有 什么不少 这个叔叔 你觉得什么时候 对 他给我抵 对 你还知道呢阿姨 我啥不知道 你我看着我这 这叔叔比较注重养生 这个是有大作用的 是吗 对对对 你说那婆婆丁啊 就要把它给它散上了 散上我冬天喝 喝的水 哦 后喝的水 这也是注重养生 对身体好 我现在还有 还有那么多 晒的那个婆婆丁 哎呀 又有枸杞 又有婆婆丁 还有这么多小菜 是不是挺好的 挺好 行 对于能从国家吃 其实挺好 我挺不看重 说是银 外表 因为它这个小园啥的 整个屋都挺感应 挺好 这方面能够挺好 我就觉得喜欢感应 就挺补了 您内心的标准呗 是 嗯 就挺认可的 挺认可的 学里人挺好的 外表也挺好的 是我想象的类型 都啥 这太巧了 你三个姑娘都玩事儿了 都玩事儿了 我那三个孩子 现在都在公主里 都在公主里 把老二和老他 长孙都要老 在钱财方面 咱们就直接老 在公主里面站上 你那个 有没有公主人 我就有那个医保 不是保 少 我这教的少 多家里 再不一个大厦里 就是两个 白那种社保 像你个人教几万 那个 开得多 对 我懂得没有 师傅说你在意阿姨这边 他没有社保吗 我不在意 阿姨来之前说 还挺担心的 我不业力 就我不业力 我为什么能找老伯 我就能养起来 对他能复辙起 可以的嘛 实心实意跟我过日子 我就去用 师傅说得挺幸福的 在我们之前 我就算挺好的 一天啥事儿都有 初来 我能买了 发山流 我今天还去 下下山 是吗 偶尔开车休息 海监地 相当爱情 有老个人 打过来 所有人 这个家我都到 只能切两秒 超市 就是所有一个不辣点 赵世儿也卸用墙啊 往小门啊 那你跟阿姨还有公主的爱好吗是不是 多爱理由 钱这个东西吧 咱们多有多花少少花 可以这么说 活得不应该太累 应该开心里面的比啥都强 我这个打零工是咋的意思呢 就是说孩子都不要 一般我干活孩子都不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比较就是说,经历的感情就是相同 你从幻观面面的,从年龄,从个头,从家庭的状况 他三个女儿,我也三个女儿,这感觉都我俩挺合适的 我虽然说这个年龄这么大,但是说我身体也好 所以说我想找一个人,就是能排放过来的,这个年龄 我感到事呢,我不小心过了,就是一个人的生活 一个人生活太孤单了 有些什么就是老金儿,处理生活 我前两年我就没这么想 我前两年我自己我养牛了 我自己养牛越多 从小到大院的小孩长得多 直到养就正好,直到这个时候 给我把个私生买了 是,男人挪不了 男人挪不了 但是吧,时间长了,你感觉都累 然后还说罢了,你就别养 你要缺钱,你都给你拿 这是我三个孩子 就买,买过我们本团的,我们的牛可好 买完之后,后悔我还哭了 有没有感情 有没有牛可好 先生,一生牛的时候,感觉你都要流泪了 要有心疼,是手不得 我感觉我那牛好 那你跟牛好,老伴好,是你不好 我怎么看原来就不安静 这你想说呢,当然也老伴好 我就说他说他,我好开玩笑 当然也老伴好 可以 当李德仁说起外出打工 孩子的心痛和人痛恶爱 卖了自己精心养殖的黄牛的时候 眼泪一直在眼圈里打转 他坚持出去打工和被迫放弃养牛 都是因为他太想有个伴了 他的真情流露 也打动了在一旁的何桂荣 可是感动的同时 何桂荣却突然沉默了 那你咱不是成功吗 咱俩要证明吧,就直接烙吧 没有 你也到我家了 你就是说,看没看见我就也是 看没看见我这个家 咱们就直接烙 这家呢,你吃过家也挺好的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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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我这之一的时候,大厂就是我 我这天的时候,我是看房子 我没有一天 但是我不知道你,看不看好我 反正我,我的生活呢,就是说靠我的地 我觉得第一年能收拾作业呢 基本上两个多 一夜多,两老多 你没想过来 你也有个小公平 他说,他说第一方面 说第一个是吗 他也不得了吗 自主我这是第一嫌 主可以够咱俩的生活费 说假如咱俩盗一起呢 想吃啥就买啥 你就天天买菜,上火 俩人可以划足 那划足 爱穿美,再把旅游这方面 让我心中 那我俩一年有五千多 你就是说这俩人要是成的话 那你说你不去,我自己去吧 是吧 那你要真没钱,我自己回 也得拿钱去 那你还想流的吗 那你就自己再加带 我去我就 那你有钱,你带着我 那你带着叔叔 那我要那么宽重 那他就带着你 够不够留啊 那的呢 那我划的不够,他留 他不开的该划被留的 那在于这方面 哦,就在于这方面 哦,就在于这方面 你的意思我太理解了 你跟我说 我理解你干哪呢 说你这个人就是说 会享福 会过下半场 其实说你跟我想 真想在一块 咋个意思呢 因为咋在那两个 咋就需要这个 就需要这个 享福嘛 然后你那意思是要说 全家负责你俩的生活费用吗 哦,我说更需要 这个可以 这个我也不介意 不介意 不介意 无论是吃穿 还是旅游 何贵荣提出的 每一样要求 李德仁都一一应允 可见 为了找到珍惜 十亿过日子的老伴 李德仁真是做到了 不提要求 可是就在红娘以为 李德仁的努力 能让两个人的相亲 顺利进行下去的时候 接下来 何贵荣提出的要求 却让李德仁犯了难 这就是说你爱选 你爱选 那请的是说季节的 换季的 就等着 说现在咱们就是说 建筑到夏季的 上面买 上面假如说 你现在哪个女人 爱选 什么裙的 我自己的方式 对 就是阿姨按照那个 音乐那个话 各个喜欢啥买啥 她说按季节 你看是我的那种方式 不是你自己买啥 这个意思 你买啥可以说 那你的意思 我 我也有点没听清楚 那咱们说 我这一年的收入前 就是说 一分不少的全交给你 你是啥意思 对阿姨 你说你想什么 你说直说 我也没太听懂 你说你说我说 你越人就给我付出的 就是花销 是买啥 多少钱就完了 我买不买就是我的 事 我是做一个 事能能听明白 那你的意思 我很早以前我就听明白 你的意思就都说 那你的生活标准 你叫我给你 因为要拿哪个钱 我 对 那你急徒一转 你说 再给你拿回去 你看我不踩过都说了吗 一年两万块钱多 一元两千多块钱 够不够我自己添 我花冒了我自己拿 那让你这比较多 一元一千多都够了 生活费够了 那我要零花 你这都得再出 那你就说吃两个 吃多少钱 那你的花 那我这个花 那你要给女人 看我同样的做 不是那么点 你要干啥 看人家可心 你还在意这点事 不是说在意这点事 我劝你别那么想 那么想嘛 好像有点 就明说得了 好像是说 哥哥就是说 拿钱买你那意思 那倒不是 你看他不是吧 说那意思 那你就得 让哥哥保化说完了 两个人就是说 互相找个伴 并不是说 说你找我这个老头 说那意思 我这个老头 啥子对你 否则你这么想 在我境中你是错了 你是这种想法 对我 但是我的想法 我并不是在做想法 我找老板的原因 就是说 两好 干一好 谁要对我一好 我对他一百好 背说十的 我就这种 如果咱俩在一起 我一天跟 一天我就挣一千块钱 我就不干了 我找老板的目的原因 活好下半生 如果你要是不业佑 我看着我 那个哥哥 就比较老板 假如说你不送我要钱 我可以可以正说 可能就是说你钱随便化 你送我要钱 我记得多多少少有点强 你就动这个 你俩的生活标准 你再建立一点 咱俩就算 就这么说的 说没白了 面对何桂荣提出的 生活费的要求 李德仁突然一改 之前的态度 他一再强调 感情是第一位的 他同意拿钱 是因为相中了何桂荣 如果何桂荣 也同样是相中了自己 就应该也有一个态度 这才是要真心 在一起的表现 那么何桂荣 会被他说服 从而做出让步吗 他花交运度 我理解 我太理解了 在这两千块钱 今天你让了点 一晚上 那你说 那你说 你怎么样 你弄不点 变两千的 就是每个月给你一千五 你就追看 行吗 做朋友 我打算 都是为了 我好下半生 对呀 你千八百块钱够啥呀 我愿意 你跟我说 你跟我说 不是 你听我说 你听我说 两个人要是有缘的话说 那意思 你不能再 不能再金钱打算 这方面少了差点 说别多不差 炒的过去 你挺好的 如果要别多不差 就差这点吧 我劝你 就让你消负 你就这么说 对呀 你就每个月 你少要三百 他也是那个意思 行吗 那也挺 你看 这就重业的 这啥意思 这就弹场了 哟 你把三百钱 看着弄过 我没看 这我都不够 我自己 因为我不够刮 不刮你要 我是这一子 其实您挺像 是不是这个人 行 他是过家里 咱们可以的 这么说 我个癌 我没差你 说个 说你癌 我也不差这方面 个奶吧 不是毛病 能不能说身高 不低距离吗 是 我这四十 你看我降低很多 我以前就不是这样 我就让师哥和你们 他说的 我不是 他是降低三百 行 我说他都说这份 其实说 我也不在乎 就翻白 我就明说得了 但是我这时候 我是个男人 你不用感觉 你不用感觉 还有我 我就告诉你 在面上说那意思 我是外面 我就告诉你 我就实在是少 有话吃完 那就是你们两个 都同意相处的 同意 我同意 这一句说就得了 阿姨呢 那我要多谢二位了 我看见当时 这个钱的问题 挺坚持的呀 那你看一这么说 那你是不是 人正怎么说 心都是嘎发过来的 那精气方面要不够 怎么办呢 不够我天呗 没有 你俩人挺丑的 还挺丑的 还挺丑的 行 相中 相中 说的时候 有点小事 我还不许我一想 你相中人呢 就不差钱 感觉到做朋友 就是说那个意思 感觉到太可惜了 从跑了我脚 我会不会放弃呢 激情会正确 做我的老板 现在是什么情形了 高兴的 看完他俩这场相亲呢 在有关生活费的这个问题上 总算是达成了一致 谈妥了 合规中大姐呢 自己没有养老保险 所以呢 在经济问题上 比较在意 毕竟啊 这女人找老伴呢 也想有所依靠嘛 可以理解 咱李大哥呢 也是尽量 根据自己的能力去满足 面对自己看中的人呢 一步步的努力去争取 这也是李大哥 对待感情的一种 负责任的表现 但最后呢 我还想说 虽然两个人在一起呢 物质条件必不可少 但是感情呢 也很重要 既然在一起了 咱就变你的 是我的 我的还是我的 你的是你的 我的就不是你的了 那你说你的我的 分得那么清楚 这日子过起来多累啊 还是呢 要多为对方考虑考虑 这样呢 日子才能过得更长远 接下来就看两个人 怎么相处了 让我们一起期待 他们日后的好消息吧 我又进去 我们先看吧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